大家早上好,请坐,请坐 非常欢迎大家出席我们美加堂的婚姻研习会 我知道当中有许多是第一次来的 有许多是来自外地的 我们有怡保来的弟兄姐妹 有柔佛舟 还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你 知道吗? 今天楼上楼下 加起来我们总共有300个人 参加我们这次的婚姻研习会 这也是我们向上帝求的一个人数 感谢主 祂真的就把300人的人数交给我们 我们也看到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在婚姻关系这个课题上 有这个认真追求的心 我们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好不好 Amen 其实在圣经里头呢 也是有一个关于300人的故事 知道在哪里吗? 四世纪 上帝透过祭奠 拣选了300个勇士 打败了13万5千的敌军 这300个勇士呢 有什么特质 都是非常谨慎 警惕 在战争当中 那么婚姻有人说 也是一个战争 但是我们不是夫妻对打 我们是对着许多熟事 许多会破坏我们婚姻关系的事情上 课题上我们宣战 盼望今天 上帝也在我们这300人当中 行神迹 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头 砸根 今天我要介绍今天的讲员 吴宣章牧师 他是一个来自台湾的牧师 一个大有来头的讲员 我记得去年10月 他曾经在我们当中 讲了两堂道 在茶点的时间呢 他饿着肚子 也要去争取时间 认识更多的弟兄姐妹 跟许多的弟兄姐妹 争取时间来谈话 那时候我看到肚子是非常的饿 因为过后 我载他去飞机场的时候 他已经饿得不行了 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 有牧子心肠的一个老师 一个牧师 还有他也是我们恩年传道的老师 你们看看恩年传道 你就知道这位牧师有多厉害了 阿们 但我还没有把时间交给吴牧师之前 我要请我们的本堂主理牧师 何牧师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我们请何牧师 让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在这美好的一天当中 我们带着期待 我们渴望 认识神的话语 透过主啊 透过你自己的仆人 我们不是对我们说话 教导我们昆英的意义 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 来学习 来聆听 求主遮盖这个地方 将那二者不能够干扰我们 祝福我们的讲员 我们来自远方的吴牧师 继续让他能够 有健康的身体 有活泼的灵命 让他能够在你自己的赐福当中 来建立我们的婚姻与家庭 主啊 谢谢你 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福 同心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归荣耀给神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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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何牧师 我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主讲牧师 吴仙章牧师 再次能来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特别这是重要的一个演习会 特别是给夫妻 正如刚刚所说的三百个可以成为勇士 所以这些教会重要的骨干都在这 其实这批人如果被上帝得饶 教会就有盼望 如果这批的家庭被瓦解 教会就一定沦落 欧美教会就是如此 就是因为家庭 所以调查一下 结过婚的人 举手一下 结过婚的 结过婚 你知道那个定义就是结过婚 就很单纯 结过婚的人 举个手一下 好不好 可不请这人起立一下 结过婚 结过婚 我的中文不差的啦 定义很单纯 就结过婚 就起立一下 包括你有孙子的 年纪大的 结过婚 就起立一下 坐的人等一下会祝福你们 你放心 我们来低头祷告 天父谢谢你 让我们进入婚姻里面当中 基督爱教会的爱 那个最美的祝福 是在婚姻当中成型的 是你把我们放进这个婚姻 我们站立在你面前 整个家庭 欢迎你进入美教堂 欢迎记录每一个教会当中 愿意包括仪保 包括 任何愿意被你得着 你的百姓 今天来的 站立在你面前的 都成为回去 甚至我们的小组 成为建构健康家庭 重要的单位 长员 更多的被你使用 因此我们开始要聚会的时候 愿你的保鞋遮盖我们 我们过去每一步 你不只是在右边 你也在我们左边 你在我们上面 你也扶持我们往前走 包括我们的儿女 主啊 你用你的恩典慈爱 拖住我们 好让我们所走过的路径 都低下自由 因此在开始聚会的时候 求你自己用保鞋遮盖我们的时候 好让你的道解开 再重新回到婚姻定义的起点 欢欢喜喜重新我们对焦 把我们的focus 能够renew 能够revive 欢欢喜喜 开始要把我们人生 剩下的婚姻 交在你手中 成为教会的祝福 成为社区的祝福 成为这个邦国的祝福 荣耀归给您 仰望感恩 奉耶稣基督得生的名祷告 坐下来告诉隔壁 你我都是蒙福的人 那谢谢何牧师 师母 您传道也给我这个机会 那我也结婚三十几年 我已经懂了什么叫婚姻了 特别也证过婚 证过婚 那证婚的最常用的经文 就是今天要用的 我本来想说 有没有可能把 所有结婚夫妻 债的人 通通穿一次 新郎礼服 就站立在前面 本来想是这个方式做 不过地点不够 其实台湾 有不少教会 开始做这个事 结婚三十年 五十年 再重新走一趟地毯 爱人 你们可以当示范吗 他点头了 走过了 第二次 祝福礼 包括已经年纪老 七老八十的再走一趟 那是很有意义 因为影响医生最重要的 有两件事 一个是受洗 洗礼 再来是婚礼 洗礼跟婚礼 影响医生最重要 就两件事 新耶稣 然后结婚 那个婚姻怎么样 会决定你一生 那因此今天呢 我就用 常常在婚礼当中 你陌生 最被引用的经文 就是以福所书 保罗如何 从婚姻的定义 来看什么叫婚姻 打开 你如果有圣经 我们来看 以福所书 如果没有的话呢 后面 前面是有的 我的今天题目呢 是叫做 婚姻的真实面貌 还在等待婚姻 还没有结过婚的人 也举起手来一下 还没有结过婚 举高 这些是我们教会 关心 希望你的婚姻蒙福举高 我今天就是要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婚姻这个玩意儿 要早一点搞清楚 它的定义是 期待 就是你的土宅 再一次被剪断 你的期待 再一次被剪断 那就是婚姻 保罗就是这个意思 来看婚姻的真实面貌 你如果有圣经没的话 再看上面的power point 来一起同声 读这段经文 来读 请 要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做妻子的 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 凡事顺服丈夫 做丈夫的 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以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使他成为圣洁 好献给自己 做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缺陷 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体 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 总是保养爱惜 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 因为我们是他身体的尸体 为了这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而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而你们每个人都要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要敬重他的丈夫 我们再次低头祷告 天主当我们圣经打开 求圣灵让我们的心也被打开 对我们的家庭里面 里面有一些盲点 有一些定义不清楚 有一些家庭婚姻的功能 模糊的地方 让圣灵进来 让今天的结过婚的 带婚的都看到你的荣光 欢喜奔跑 前面你在我们生命 在我们家庭的命定跟祝福 仰望每一个人在你手中 听了讲的同改一个灵 你才是这个家庭研席会的主宰 求你得着当得的荣耀 感恩仰望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这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步道之后 才写的书 家庭 他前面三次侍奉过蛮长的时间 包括加纳太书 包括贴撒罗尼加前后书 甚至包括后面的罗马书 这一段其实都变成 后来写以福所书是教目书信 监狱书信 他都写过其他的书 然后再来写婚姻 重新定义什么叫婚姻 或者比较清楚 当你像我这已经明年一月 就整整六十岁 就比较了解什么叫婚姻 那也不是二三十岁的 还有一点模糊 对保罗因此等于 他书信当中是很晚期 再来写什么叫婚姻 这个使徒保罗 重要的他 没有他 就不会有他福音传到欧洲 传到欧洲的这个保罗 会影响到欧洲的科学文明 历史学家都公认 如果不是使徒保罗 福音就不会进入欧洲 就不会有爱因斯坦 就不会有牛顿 就不会有乔博斯 就不会有手机 手机其实是用职能复换 一等MC平方 背后就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背后是保罗 科学背后是基督教 不是佛教 不是儒家 更不是回教 是基督教 是保罗 没有保罗 你就不会有手机 有手机的举起手来一下 举高 包括楼上的 也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他 你要谢谢保罗 这个使徒保罗 是圣保罗教堂罗马 前面的雕塑像 然后圣灵保健了他 他这么重要的一个使徒 十三封书信 然后四字旅行步道 一看竟然是个秃头 告诉隔壁 你有救了 告诉隔壁 头皮里面的比头皮外面的更重要 这个跟你选择对象很有关 你选择对象不要看头皮外面 要看他头皮里面 谁呢 其实长得不怎么样的男人比较可靠 你觉得你男人不怎么样的举起手来一下 没有人敢举手 这种人可靠 他被光照之后呢 主阿尼是谁 主阿尼是谁 是神学性的 是锤子面的 马上说 我再来该做什么 这很重要 过去加玛列受博士教育的他呢 是为了下半场 人生上半场是为下半场而预备的 下半场预见耶稣之后 就比上半场更重要 所以告诉隔壁 人生上半场是为下半场预备的 告诉隔壁 人生下半场比上半场更重要 超过40岁举起手来一下 举高 姐妹还是要举一手 隔壁告诉他 你时间不太多了啦 那个关键是锤子面 主阿 你是谁 你如果人生找不到方向 包括你的婚姻找不到方向 你还是要锤子去问 你是谁 我下半场包括我的婚姻 可能是单身 快乐的服事 可能是进入婚姻 你一定要问 主阿你是谁 就基督论会影响到你的教会论 影响到你人生的命定 对使徒保罗就是如此 主阿你是谁 所以告诉隔壁 人生上半场是为下半场预备的 告诉隔壁 人生下半场比上半场更重要 那这很重要 为什么呢 其实跟婚姻有关 姐妹举起手来一下 举高 一边举高 包括没有举手 你如果有女儿的也举起手来一下 有女儿的也举起手来一下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这跟你选择对象有关 手放下 如果有两个男人追你 或是追你女儿 一个是上半场是官二代 副二代 一个是下半场才被上帝用的普通 但是下半场才被上帝用的男人 然后追你 你会嫁给谁 老实说 会嫁给谁 上半场他是官二代 副二代 外面很富有 很有地位 一个是下半场真正被上帝用 上半场看不出来 然后追你 请问 你会嫁给谁 副二代 男人回答不算 我是问女人 你的价值观就会决定你的婚姻 你的价值观 因此保罗 你上半场他还逼迫信徒的 主啊你是谁 所以确实一个人的垂直面 决定他的水平面 包括婚姻 你的垂直面 决定你的水平面 婚姻是如此 侍奉也是如此 对保罗来说 主啊你是谁 基督论 就会影响到他后面所有的 就开始起来侍奉 开始侍奉的时候 包括写的加拿大书的这段时间 甚至侍奉到一个地步 被逼迫 人家逞强要追他 所以到大陆培训的人 有爬墙经验的人 就记得 连使徒保罗是有的 像我们神学生是西安来的 我去过西安几次的 保罗是有爬墙 在西安爬墙的经验的 那如果有困难 包括你婚姻有困难怎么办呢 就不要记得 不要忘了能人垂直面 决定水平面 继续有三成天 如果你婚姻还增长 就记得要往上看 如果先生还没有信徒的时候 继续往上看 那三成天的经验 对你的婚姻照常有用的 继续仰望 好像看看如何上帝 如何帮你工作 如何带领你 保罗就是如此 这个原则一直是他 这世事旅行步道的原心 不管第一次旅行步道 到了南加拿大 后来就回去写了加拿大书 第二次旅行到了欧洲 细节我不谈 之后才会有手机 第三次旅行到了乙福所 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才对乙福所 它已经是第三次旅行步道 前面写了不守书信了 在乙福所 正如刚刚傅贤所说的 就是 开始家庭背后外面很多冲击 在家庭当中 那我去过乙福所 我带人去乙福所 我在这 我的爱人就旁边这一位 这是乙福所的图书馆很有名的地方 保罗在那边有三年 在那边写过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成了一台 我们成了一台 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 成了一台戏 这个戏园 其实就是在乙福所写的 乙福所的戏园 保罗在这边三年半 这地方是后面第二世纪的图书馆 教会或家庭外面有什么试探呢 你如果知道图书馆呢 路上就会有纪女院的广告 这纪女院就在图书馆的后面 所以妻子 如果你的先生说我要去图书馆读书 沿着这条路走过去是纪女院 这等于23838的电话 叫你过来 你就不要相信你的男人是到图书馆读书 那个试探在的 就在乙福所 我们怎么看他试探在呢 乙福所的房内里面都是充斥 这是后来我已经留下来的遗迹 都是男男女女的色情方面的 家庭会瓦解 所以保罗在乙福所就发现 不能不碰的家庭如何被保护 免着恶者攻击 因此他写的乙福所书 也是我今天的 然后他写的时候又引用摩西 人要离开父母 这一句话你就不陌生了 创世纪第二章的最高潮 前面的创造呢 在摩西死了 这个摩西也一样 摩西确实八十岁之后上帝才用它 赵密希望上帝用它三分之一的年纪 人生三半长 确实为下半场预备的 最后下半场 一百二十岁的摩西 在摩西亚平原死了 就写下五经 好让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说 把你们救出埃及的 是创造天地海的上帝 那个说有光就有光的上帝 让他们知道 这个上帝创造天地海 又创造婚姻 创造男女 甚至从亚当 肋骨 拿出来 造出夏娃 然后上帝 行了第一次人间的 外科医师缝合手术 取出夏娃 造出夏娃 造了伊甸园 就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 最高潮是婚姻 摩西写创世纪 我下一堂就讲亚伯拉罕 摩西写创世纪是给 出了埃及过了红海 准备进迦南地 因而迦南很多世俗化 很多乱人 包括 今天会提点的像亚伯拉罕 包括连 所罗蒙王 甚至下午讲的世事纪 通通是进迦南地以后世俗化 会堕落 会堕落 然后因此就写了五经 好让准备进迦南地的 以色列人读到 我们的老祖宗 上帝造他 造亚当跟夏娃 重新来看看 原来创造论的最高峰 是在谈婚姻 创造万有是为了家庭 上帝创造的目标 就是让家庭享受在当中 然后连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原来整个创造论的最高峰 其实不是为了科学家的好奇 而是为了给婚姻 所以结过婚的人举起手来一下 你要从这个眼光来看创造论 创世纪 其实创世纪都在谈家庭 我下场讲亚伯拉罕就在谈家庭 所以保罗写以福所书是第三次旅行步道之后才写的 引用摩西 也是摩西120岁之后才禅创世纪 为了给金迦南地的人 他引用创世纪第二章 人要离开父母 表示期待要再次减断 期待要再次减断 在谈什么叫婚姻 留心不要有试探 留心你的家庭不容许有小三 免得呢 撒旦就进来 因此被赶出伊甸园 很多家庭破碎 就是不知道会有小三 会有试探 会有堕落 所以呢 保罗在以福所 知道以福所这么多的试探 形形色色 墙壁上都是色情的方面的 包括图书馆后面就有纪女院 路上就可以找到微信联络的管道 因此保罗就引用摩西 这是旧一新年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两个作者 来集中对焦 在咱们的家庭 什么叫家庭 开始进入你们讲义的 应当是第一页 来看 婚姻的真实面貌 婚姻的真实面貌 婚礼其实是疼爱 的纪念 的记号 真正的爱呢 其实是疼爱的 我是证婚过 我很了解 你知道证婚的人 大家都留意新郎新娘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知道我在留意谁吗 父母 特别是爸爸 把女儿送出去的时候 其实爸爸是坐这边 新娘的爸爸坐这边 把女儿送出去的那一幕 其实走过来这条路 是很长很苦的 你不相信就问 父贤以后就会有走过 这个痛苦的时候 把女儿 嘿啦 这么可爱 要送出去给这个男人 婚姻本身就是 他离开父母 他出生的时候 从翠祥那边 减代几段 现在又在我身上 要减代几段 几代 要离开我 这叫婚姻 是会痛的 真正的爱是痛 是疼爱 真正的爱 绝非便宜货 是要付代价的 是会痛的 Louis讲得对 C.S.Louis 他说 真正的爱是 需要付出的 需要付出的 真正的爱呢 你如果要付出 就不要怕受伤害 其实会受伤害 会要付出的 不管爱的是什么呢 你多少会受到折磨 甚至会被打碎 比如说一结婚 其实真的 要结婚 其实是很要冒险的 我要嫁给这个男人 他可靠吗 你结婚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可靠不可靠 谁知道三年之后呢 要搞离婚的 所以成为牧师 如果有一些人之眼光 其实不太敢证婚的 谁知道三年以后呢 然后就是法院见 真正的爱不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他没有结婚 你认为我一结婚以后 就天下太平 你错了 你最好搞清楚 或者早点跳进去的人 是早点痛苦 真正的爱是疼痛 疼爱 疼爱 福建话讲得对 疼 疼痛 疼痛 听得懂我讲疼痛的人 举起手来一下 疼痛就疼爱 真正的爱是疼爱 所以第二次期待减断 就是从妈妈减代 现在是离开父母 所以保罗跟摩西都在谈到离开父母 开始我们两个合了一体 是要切断期待的 是会痛的 真正的爱就像十字架的爱 很痛 耶稣挂在上面是痛的 所以真实的婚姻面貌是期待 第二次被剪断 有几个原则 有笔写下来 第一 成长 是人生痛苦的经验 Growing pain 婚姻也是如此 成长是一个Growing pain 当你结婚 后来生了孩子 孩子在二三十年之后 又走这条路的时候 你切太极端 你会很痛 你会苦 你会难过 时间这么快 时间怎么那么快 Sunrise Sunset 这个以前那个电影就是 The Sun Rereto on the Roof 无上提琴手 现在变成他们两个结婚 你把孩子送到前面 然后他们结婚 我们当中有长辈 就像恩宁的妈妈 在我们当中 他们看婚姻 跟我们二十几岁看婚 不太一样的 就怎么时间那么快 婚姻你需要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它 因为结婚进去很快 孩子出来很快就要走这红毯 就轮到你 期待第二次被剪断 你要有时间的概念 你要从时间来看婚姻 什么叫时间 你知道呢 中国有一个电视剧是这么写的 我很喜欢 我们这神学生是西安来的 可能听过 他说人的一生可短暂 眼睛一睁一闭 一天就过去了 眼睛一闭不睁 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就这么快 我一下六十岁了 我的孩子老大都结婚了 就是眼睛一闭不睁 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所以呢 其实人生啊 当你哪一天 再发起你儿女走红毯的时候 要把女儿送给前面这个男人的时候呢 就记得一句话 人生好像打电话一样 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 告诉隔壁 人生就像打电话一样 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 重点在这儿 生命跟婚姻一样 生命跟婚姻一样 包括女儿 一样 你所能拥有的只是过程 女儿不是你的 时间不是你的 你拥有是过程 进入婚姻是上帝给你过程 给你孩子之后呢 哪一天孩子走了 你拥有是过程 还没有进入婚姻的 单身的就记得呢 这个很重要 我一进去又拥有我的配偶 错 我想挟制他 错 你拥有是过程 跟生命一样 上帝给你七八十年 这个是个过程 给你父母亲一样 这个过程 所以我给单身的三个建议 有笔写下来 包括结果婚的还是要写 第一 给单身的三个建议很重要 第一 不要走到上帝前面 我讲错 第一 注重 里面超过外面 注重里面 超过外面 结婚之前不要只是单单看外面 看秃头保罗 我怎么会嫁给这种秃头保罗 你要注重里面 超过外面 外面他是博士 如果里面没有生命 没有性格 那你外面 他如果是富二代 很可以搞离婚的 所以流星里面 你看了对象 所以如果一个女生是博士 嫁给国小的 你不要觉得怪 这个女生可能有眼光 他看里面不是外面 那我们一般的女生 喜欢看外面还看里面 看外面还里面 会注重外面 女生举起手来一下 所有女生都举起手来一下 举高 我给你一句话 好让你懂得要看中里面 莎士比亚说的 莎士比亚说 越美的脸 越经不起岁月的摧残 一起说 越美的脸 越经不起岁月的摧残 所以不能单单只看外面 那因此你呢 留心里的外面以外呢 你要更留心里的里面 在你的对象出现之前 因为婚姻是个过程 之前 第二个原则写下来 不要问他在哪里 要问他出现的时候 我在哪里 不要单问他在哪里 我的对象在哪里 而是他出现的时候 我预备好了没有 我是不是好丈夫 我会不是好妻子 好让我们进入这个过程 我会是一个将来帮忙做尿 带尿片 换尿片 半夜吵的时候呢 我会给他 说你休息 我给你喂孩子的奶瓶 所以不要单单问说他在哪里 而是说他出现的时候我在哪里 就第二个 给单身的 第三个 给单身的 第一个就是留心呢 里面比外面更重要 第二个是我在哪里 比他在哪里更重要 因为这是个过程 第三呢 要走到上帝面前 不要走到上帝前面 这差很多 要走到上帝面前 寻求他 而不要走到上帝前面 超过上帝的计划 要走到上帝面前 来问这合不合适你的心意 而不是说他们结婚呢 我也一定赶快结婚 不 你或许晚一点 或许你有独生的恩赐 你要走到上帝前面 我也是不会忘记 在一个教会那里讲完道 休息的时间 有个姐妹从那边走到前面来 来问我说 吴牧师看过去 谁啊 那个男生 二十几岁 小白脸 怎么回事啊 他吃我软饭 那你为什么给他吃软饭呢 我妈妈说你已经四十几岁 再不找一个男人的话 你嫁不出去啊 可是我心里不平安 再帮我看过去 我再看他一眼 我告诉他 他就像一只虫 把你这棵树上的青春跟钱 吃光了 会挑掉另外一棵树 切断他吧 不要走到上帝的前面 那是个婚姻是个过程 婚姻是个过程 会有痛苦 会growing pain 单身会有growing pain 结果婚了你也会growing pain 这是第一个重点 所以你这三个原则 第一 一起说是什么呢 第一 怎么说 要注重外面 超过注重里面 第二呢 我在哪里 比他在哪里更重要 第三呢 有走到上帝前面 而不要走到他的面前 不要走到他前面 第二 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夫妻 而不是四轮 四轮这是五轮 儒家的五人 父子 君臣 兄弟 朋友 夫妻 那么 保罗把夫妻摆在最前面 他说要敬畏基督 彼此顺服 之后呢 apply 开始先谈夫妻 很长的一段 就是证婚纲所读的 22节到33节 之后 再谈到父子 再谈到君臣 就是仆人跟主人 保罗把夫妻摆在最高的地位 他先谈夫妻 再来谈当儿子的如何听从父母 当父亲的不要惹儿你的气 当仆人的要尊敬听从你的主人 主人呢 要如何为上帝缘故呢 公平的恩待你的仆人 所以夫妻是最重要 重要到一个地步呢 保罗就引用摩西的创世纪第二章 而且引用呢 是为了基督跟教会 夫妻最能够 来列比基督跟教会 基督跟教会 所以第二章所讲的重点 它是从教会的眼光来 教会如何跟基督 基督如何 所以那个对比不是父子 就很重要 当你孩子哪一天结婚 我们当中年纪大的懂 我的老大结婚了 我就不太敢干涉他们的家庭 我还可以退出来 你们夫妻结婚就记得 不要容许有别人插进来 我明天早上会谈到 会有人见缝插针 不要让父母亲插进来 管理你夫妻的事 特别决策性的 不要让你儿女呢 分裂你们的婚姻 不要金钱 工作 移民 分裂你们的婚姻 最贵动的单位是夫妻 爸爸妈妈有一天会走的 你的儿女会有一天离开的 你进入婚姻手前手的时候 就记得呢 你们是这一辈子 最重要的单位 绝对不是君王 还不是朋友 所以男人包括女人一样 你要离开父母 离开你的 你的peer 你的body 你的夫妻要联结 而且是用赤身肉体表示 我敞开 我衣服敞开 欢迎你进来 保罗把他用在谈基督跟教会 所以很多中国的家庭问题 就出现在这 要父母亲干涉儿女的婚姻 当然要辅助性的帮忙 但不是下指导期 一定要靠边站 靠边站 好 让父母亲 夫妻的角色呢 能够完完全全 父母亲只会辅助性的 即使教会的辅导也是辅助性的 你们呢 还是决定性的关键 基督爱教会 丈夫爱妻子 最终的人际关系是夫妻 结果后人举起手来一下 你一定要爱你的配偶 超过孝顺父母 实际切实谈到孝顺父母 但这边的关系 是亲密到基督跟教会 那个身份的确定 就走红毯那天 就记得 我的配偶的决定 超过我父母亲的建议 这很重要 我的配偶 如果大家沟通之后 决定超过所有千万人 给你多少建议 虽然可能会有错 但上帝会引导 你如果没有学会这个 你最好不要走红毯 你没有把脊带剪断 你最好不要走到这边来 这是第二次请开脊带 离开父母 离开父母 不要拿到奶瓶走红毯 很多家庭破旧事故 拿了奶瓶奶瓶还在走红毯 这第二 最重要的是夫妻 这结果可能举起手来一下 不要让你的工作成为小三 不要让你的房子成为小三 去忘了home 不一定要house 有home就够了 我的配偶怎么样 超过所有的 所以保罗把这个升等 把父子摆后面 把君臣摆后面 把朋友摆后面 他谈夫妻 那个身份 先定位好 这是第二 第三 婚礼是妻子把属灵遮盖 转移的开始 婚礼表示说从此之后 我前面那个男人 要来遮盖我 超过把我带到前面的这个爸爸 表示完全转移 让他来遮盖我 就像基督遮盖教会 这当然要信心 其实是要信仰 你的婚姻如果没有信仰 我并不是说 该或不应当嫁给 没有信主的人 即使已经信 没有信主的男人 你已经走过来的 你仍然要尊敬你的男人 他仍然是 上帝给我 虽然没有信主 的一个属灵遮盖 即使他没有信主 你能不能有上帝眼光来看 他是我属灵遮盖 是要信号上帝 让这个男人 如何被上帝利用 被上帝带 是转移的开始 所以结婚是一个 蛮大的信心的 结婚就好像有点像赌博 这个男人到底比我的爸爸 走过来这个男人可靠吗 你确定吗 所以其实结婚是一个 是一个赌注 就是转移 结婚就跟移民一样 你哪知道移民到 纽西南加拿大 会比现在马来西亚更好吗 这是要信心的 结婚其实是一个 信心的一个考验 会不会这个男人 让我真正 憧憬的美梦都实现 还是他其实比我爸爸还惨 但是你流心事开始转移 也就是你要把脊带减断 会痛 会痛 你不要回头 当然爸爸还是在那边等你 但你这个男人才是你应当注目的焦点 所以做妻子的要开始顺服 这第四 才得妻子死利点 只有顺服 是顺服丈夫为他活 凡事顺服 二十二节 就像基督的教会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 凡事everything 凡事基督他没有信主 男人举起手来一下 男人 记得 你的妻子如果 你的妻子如果所说的不合上帝 你不要听妻子的话 超过听上帝的话 最好的意思就是下甲 是沙拉 沙拉说我不生 就把下甲引进来 然后生出以斯玛利 才会有伊斯兰你们在马来西亚的痛苦 就是你一定要爱 如果沙拉所讲的不合上帝的心意 你就不要听他的话 妻子记得你一定要让你的男人听上帝的话 超过听你的话 你不要认为你男人一定听你的话 才是爱你 不一定 你要让你的男人听上帝的话 而且你不要操作 你不要操纵 你不要manipulate 那这是女人很麻烦的问题 会操作 操纵 会控制 会控制 夏娃就是犯过这个毛病 创世纪第三章 上帝说分别上二树的果汁之后 第三章第一节 蛇出现 引诱夏娃 看看吃的不会死啊 夏娃就拿了 那个分别上二树的果汁 给的亚当吃了 那三章六节 并没有写的 到底是夏娃逼他 或是鼓励他 或是你如果不给我吃 我就不跟你同房 特别你们男人那么好色 那这一点我还是要讲 妻子啊 你的先生即使没有信主的话呢 让他同房满足 是上帝给的 你不要用那个的控制 弄一点香水 好让他满足 是应当的 不要说他没有信主 他今天不听我的话 我就故意呢 不跟他配合 你错了 往往妻子 当然丈夫有另外问题 等一下会谈 但妻子就留心 丈夫是你的男人 你转移让他遮盖 你要让他满足 这其实是上帝的命定 他之后会发觉 你这么顺服的 很奇怪 你越顺服的时候 你的男人会越爱你 很怪 你不要说不要学习江青 你是从中国来的 江青是很麻烦的人 我一定要操作我的男人 夏娃就出现在这儿 要他的男人吃了 后来通通堕落 沙拉就把夏甲引进来了 就产生21世纪的伊斯兰国的战争 我有一次在美国东岸 一个地方上过课 中午休息时间 牧师说 吴老师 我们去吃饭 有一个姐妹要我们吃饭 我说好吧 路上这个牧师就告诉我说 这个姐妹呢 先生本来是医生 很有钱的 先生怎么变得担心 问题就在 这个妻子操作他的先生 怎么操作 夫妻吵架 吵起来以后呢 妻子就发觉 先生不太能听 就更故意激他 你一个大男人不听 我女人的话 那你干脆去死算了 你要激他 好让听从我的话想操作 先生把他话当真 你以为我不能去死吗 我就故意死给你看 他就在冬天呢 就在garage 车子打开 瓦斯在里面 门 车库 就在里面中毒死了 死在车库里面自杀 那自杀也不是他 别人杀他的 那他医生很多insurance 就很多钱 就很多钱 也因此他变得很富有 统统遗产给这个太太 所以吃饭的时候呢 这个姐妹就邀我 说跟牧师说 他叫很多菜 意思是说尽量吃 我钱多的是 我告诉他 我的肚子就这么大 我就只能吃这么多 但我看出他的问题 想买赎他的罪过 过去操纵他的男人 害死了男人 而且也很气 明明叫你去鸡 你说你不听话 你这样子做不了 就干脆去死算了 还真的拿去当真 很多罪过 又很怪他的先生 虽然范利开 牧师送我 在回去的车上就告诉我 他们的孩子 从那天开始 夫妻太太过世 先生过世以后 就非常难戴 就是妻子不懂他的角色 顺服他的丈夫 你要学习凡事顺服 就记得那是上帝给你的男人 其实他其实没有信主 这是第四 第五 妻子幸福的秘诀 妻子幸福的秘诀 是顺服丈夫 为他来活 顺服丈夫 为他来活 你要顺服你的丈夫 不要以为我是当顺服 他当头 这大男人要让他那么大男人 就留心 他即使当头不坏 你当脖子 蒙头 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原则 蒙头不坏 你记得呢 为什么呢 头是不会自己转的 是谁转头 是谁转头 那叫财德的女子 真言三十一章 希望他的先生转了归向上帝 转到他信奉上帝 转到后来被上帝遗用 转到他呢 后来上帝用他 以致成立的长老同坐 我还没机会跟翠霞谈 上次来住的时候呢 傅贤告诉我 是因为东一年的海啸 他在现场快点淹死了 上帝借着这样管理我的男人 我的那个人是爱世界 差一点被淹死才发觉 醒过来 上帝可以用这事情来管理我的男人呢 我不确定翠霞 我没机会跟他沟通 但是我发觉 就等于学习开始转头 让他转的慢 温柔转 这个转的过程当然需要时间 当然是需要时间 你不知道会多久 你确实不知道会多久 这里面就记得呢 你的先生如果还没有信主 你一个转的原则呢 就记住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写下来 马克图恩说的 马克图恩说 马克图恩说 只有天空最黑暗的时候 人们才看得到星辰 只有天空最黑暗的时候 人们才看得到星辰 你要顺服你的男人 让他转头 只有天空最黑暗的时候 人们才看得到星辰 你继续当脖子 继续转 这第一个原则 如果配偶我没有信主 第二个 那叫饺子 Dumbring原理 Dumbring 什么叫Dumbring原理 我请问你 如果吃饺子 吃20个饺子才吃饱的人 哪一个饺子重要 吃20个饺子才吃饱的人 哪一个饺子重要 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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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 那重点在 你不知道你的先生 现在吃了体几个了 还没有信耶稣 可能是第五个而已 可能是12个 可能是18 19个快信耶稣了 他的面子很重要 然后你如果放弃 没有继续温柔转头 继续祷告 就口袭 你就放弃了 所以告诉隔壁 把饺子吃完 那叫饺子原理 把饺子你的先生 你的配偶 你的爸爸妈妈 把饺子吃完 继续顺服你的丈夫 继续敬重他 继续敬爱他 他下班回来了 你就会刻不易还是要爱他 他白天 确实为了这个房子工作 虽然他没有留心关心 但你还是要敬重他 谈一点男人 男生举起手来一下 或者女人等一下拿石头打我 讲了半天男人 其实保罗斯先谈女人 做妻子 后面谈男人 男人的幸福秘诀 是爱妻子 为妻子而死 爱妻子 保罗说爱身体 爱妻子 爱到什么地步呢 我很爱我的太太 你要肯不肯为她死 你要肯不肯为她死 记得你的妻子 结果和男人再举起手来一下 我请问你 30岁的女人 漂不漂亮决定在谁 她的妈妈 是她妈妈 妈妈怎么样就决定她了 6、70岁的女人 漂不漂亮决定在谁 就是你 结婚之后你如何虐待她 让她变成黄脸婆 回去看一下你的妻子 告诉她你怎么那么漂亮 如果你说你怎么会呢 黄脸婆就怪你自己 你没有要爱她 因为要让一个女人 信任一个男人 这个女人是帽子 好像没有穿防弹衣 就进入婚姻这个枪林淡雨的危险 一进去就像小白兔 所以女生不要以为 我一定要像那些歌星影星到欧洲 拍了一个结婚照 美美的放在电视上 给人家几千万的钱 那个三天之后就泡湯了 女人 男人就记得你要爱 不是给她美美的一个婚礼 就记得 女人有一个特征 女人她希望被浪漫求爱 她希望被浪漫求爱 她渴求被 渴慕被浪漫求爱 她渴慕在一个大风行当中 我的男人无可取代 你看她对我真好 她里面有个design 她其实体会成为一个凤凰 你就像英雄 女人照她 上帝照她的时候 女人就留心气了 你最大的渴望 其实是一个心理学家说的 你最大的渴望是 男人在你的身上 霸占你 包括sex方面 他讲对的 女人最大渴望是 我的男人完全拥有 有我 摩西就在谈这个 第二章 夏娃希望男人完全拥有他 女人最大的渴望是我这个男人 把我当凤凰 完全把我当贵重的 宝贵的 大救我 为我死 男生举起手来一下 你不一定需要为父母死 甚至不要为了侍奉上帝 把家庭变成太太 变成寡妇 要为你的妻子死 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 这是第六 第七 期待阶段的路很窄 不容许有属灵小山 期待这条路 切断之后很窄 红毯很窄 不容许有属灵小山 不容许有属灵小山 不容许有外遇 不容许有外遇 如果你有外遇的话 确实红毯 这是一个诗人说的 红毯这条路很窄 其实筹备婚礼很容易的 筹备婚姻很难 不要花很多时间金钱 在婚礼 马丁杜德把婚礼呢 拿出去认为呢 他不是天主教 所以为的圣礼 那两个礼就是洗礼 跟薄饼 其他婚礼不是圣礼 一定不要婚礼 并不是说不要看重婚礼 可是你要更看重婚姻 或者呢 就记得呢 婚姻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清清热热的 清清热热的 第二个阶段呢 是不能不热 不能不热 有人调查了 前面清清热热的 百分之10 结婚几年以后 百分之10 清清热热 七年之后呢 百分之40的人是不能不热 第三个阶段呢 是百分之50的人是水深火热 这条路不容许别人走着来进来 这是第七 第八 第七是这条路很窄 其实免得你一定要爱你的妻子 爱你的妻子 免得呢 决定一下 免得呢 怎么样呢 不要让你的身 本来是身体 如果是身 因我们是身上的肢体 三十几 我们是身上的肢体 如果你没有爱的话呢 留心 你们就变成尸体 很多夫妻像尸体一样啊 冒合神离 他搞他的我搞我的 像尸体 不要让你的婚姻变成尸体 而是身体 是活的 连结的 要有祷告 要有赦罪 要有沟通 意见一定不同 不要让你的婚姻变成尸体 要变成身体 因我们是身 他身上的肢体 是肢体 是身体 是body 是连结的 我则呢 听听这个故事 我就进入下一点 要结束这一堂 我有本书叫 何西安书 等一下或许 现在同工帮我拿来 何日君再回 陈姐妹 如果你还在外面 那本书 介绍一个先知 他体会什么叫 尸体的痛苦 他体会叫什么 尸体的痛苦 这个先知就是何西安 谢谢陈姐妹 何西安很会讲道 我写了注释书 十四章 我就是为了婚姻 写这个注释书 你可以想象 何西安有一天 在讲道的时候 十四章很精彩 希伯人很精彩 突然后面会有一个男人 犹太男人说 先知啊 你好会讲道啊 我好羡慕你啊 但你是不知道 你的太太昨天晚上 在哪里过夜 她没有回家 我不知道啊 你当然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你太太晚上在我床上啊 你好会讲道啊 公开打她嘴巴 何西安会告诉她 那个以色男人说 请你回去告诉我的太太 我还是她的丈夫 她仍然是我的妻子 我再等她回来 何日君再回 好像是邓丽君唱的 我的书名就是何日君再回 接着何西安会告诉那个 以色列男人玩以后 告诉所有以色列会众 你们就跟我的妻子 哥妹完全一样 上帝透过摩西 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之后 进迦南地写了五经 你们就进迦南地以后 世事就跟巴黎 拥抱 有了外遇 我被公开打嘴巴 我太太像尸体 我很痛苦 上帝更痛苦 你们就是成为尸体 她在等你回来 她仍然是你的丈夫 你仍然是她的妻子 何日君再回 不要让你的家庭变成尸体 不要拨尸分尸了 这是恩典的路 不是死路 因为还要希望你有尽全的后裔 所以我们当中已经有嫌隙的 开始要变成尸体的 早点把他救回来 因为上帝要透过你 传承后代 也是下堂要讲的 希望你传承后代 敬前的 才是他的目标 是敬前传承 好让下一代 被上帝祝福 我们复习这八点要结束 保罗说这样 真正的爱是要付代价 是恩典的路 而不是尸体 第一 一起来请 成长乃人生痛苦的经验 婚姻亦然 第二 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乃夫妻 非四伦 第三 婚礼乃妻子将属灵遮盖 转移的开始 第四 请敬拜团 师请 敬拜团 第五 恩典的路 为她活 第六 丈夫 幸福 幸福的秘诀 是为爱妻子 为妻子使 第七 红毯 遥路在 不容许有属灵 小山 最后第八 幸福家庭 将疼爱 透过祭坛 传承后代 这是恩典的路 不要把它当尸体 记得你那天是很疼爱 她切断她的脊带 没有父母亲 靠来靠你 你继续成为婆子 敬爱她 丈夫爱你的妻子 这条路呢 有上帝在左边右边 引导你 你需要神的 我们起立 让这首诗 成为我们 再把家庭奉献 来敬拜 来感恩 Pow point 欢迎帮我们放歌词 Pow point 放歌词 祂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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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 活 低谷 高山 高山 降 warnings 早上 天 го 万人终回渡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的音讯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千万点之路 你爱你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次盼望之路 你爱你手 请我走真正路 你是我的主 引导我成一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终回渡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的音讯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次盼望之路 你爱你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次盼望之路 你爱你手 请我走真正 一步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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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起你的手来 你爱你手 为你的家庭 为你的家庭 举起手来 你爱你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次盼望之路 天父 我们的家庭 需要你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好让我们的岳父岳母 把女儿送到红毯的这一边 帮助父母亲愿意把籍带剪断 把孩子交在你手中 让父母亲懂得我们拥有的 就是一个过程 让单身的不敢走在你前面 要走到你面前 我在哪里比他在哪里更重要 帮助我们进入婚姻就知道 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对象 超过一切 敬爱他 敬重他 顺服他 男人为妻子而死 好让妻子进入这个婚约 有遮盖 有安全感 设明我们当男人过去太关心 好事 却没有把妻子疼爱 趁这次家庭的聚会 求你得着我们的优先顺序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好让我们不效法这世界 主啊 帮助妻子能够有 脚子原理 等候先生脖子转到你的面前 等候你在工作 同时帮助丈夫 如何真正爱妻子而死 主啊 让我们妻子 到了六七十岁仍然那么漂亮 是因为我们被你的爱所充满 回想我们结婚到如期 主啊 你都用恩典来涂抹我们 过去的窥贱用宝血洗刷 好让我们可以继续把人生下半场 更重要的下半场 敬虔的后裔 更多的被栽培 荣耀尊贵都归给你 仰望感恩再次奉献 我们的家庭在你手中 奉耶稣基督得着你名 祷告 配偶坐下来之前 跟他拥抱一下 你配偶在旁边的 就跟他拥抱 好好拥抱你的配偶 谢谢你 我过去没有好好恩待你 请你包容我 好好拥抱一下你的配偶 再坐下来 好好拥抱一下他 OK 谢谢吴牧师 我们的执事会主席 陈爱伦弟兄 要求我一定要介绍 吴牧师的闲头 吴牧师 一个资深的神学家 今天我们有幸 请到神学家来 跟我们讲解婚姻课题 你们看看第一页 我们的讲义都有第一页 我们看看吴献章牧师 这位神学家在上半场 他的人生上半场 怎样为神来预备 他是美国以利洛大学 香槟城理论应用学博士 吴牧师以理论应用学 是Physics吗 我 这样我听不懂 他本身也是一个博士 芝加哥三一神学院 到就业神学博士 那么现在呢 他是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 就业教授 及研究发展部 部长 大家自己看一看 我念也不大了解 第三页 我们的时间表 现在我们是 在查点的时间 如果你有孩子在楼上 二楼的话 等一下查点的时间 你要上去把它带下来 那么同时 查点时间 我们外面也有一个书摊 当中有许多 吴欣赵牧师博士的书籍 你们可以购买 好 我们查点时间到十一点 好 在查点时间同时 好 让我介绍一下 今天这本书来了 很棒 给夫妻的 所以呢和日君再回 还有其他书 那这段休息的时间 吃点心的时间 我就在那边等你 你买的书 我就帮你签名 OK 谢谢 配偶 OK 谢谢 然后查点时间 我们在查点过后 进入第二堂 第二堂过后 会有一个Q&A 问题解答的时间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关于这个婚姻关系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在你的讲义最后一页 有一个环节 是关于这个问题提问的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写下 然后就交给我们后面的 就要交给恩言传道 他会在后面等一下 争取时间把你的问题写下 就交给他 好 最后一样是 这位吃主 WUW8363的吃主 你的尊吃挡住了交通 请你把他移开 好 我们等下就 现在就可以过去 FOWIA想用我们查点 待会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